莉莉 搬打过来了 吃饭吧 来 来 前些年我听说 部队有一个专门的医疗队 治疗能源儿童有一定疗效 我那会在部队的时候 好像也听说过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要是能把他们女儿的聋哑病治好 那就太好了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恐怕不那么容易吧 明天我打电话问问 刘县长 刘县长 我出去看看 黄县长来了 快进屋 进屋 推上 快 黄县长来了 来 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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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来 进屋坐 请进黄县长 刘县长 坐吧 来 坐 黄县长 有什么事吗 刘县长 我把处理报告带来了 你明天送我办公室吧 好好 来 黄县长 喝水 谢谢 坐坐坐 你看 这次我住院 多亏你们的关照 可别这么说 医院的条件 实在是太有限了 主要 主要是我的工作没做好 可别这么说 那天我还跟老刘说呢 这不能怪你们呀 喝水 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严校长 您可得多注意身体啊 谢谢 陆县长 那我就先回去了 回去啊 黄县长 吃饭再走吧 不了 不了 黄县长 快走啊 别出来 不 留步 留步 我先走吧 刘县长 再见 你有空长过来啊 黄县长 怎么了 一点儿校长都没有呢 医院处理起医疗事故 医疗事故 让他写份处理报告 快给送家来 你那黄县长 人挺好的 你看这 走 快点 快点 出宫了 歇会儿 别补了 我没事了 好了 快去吧 去吧 不着急啊 等我回来再收饭啊 刘县长 胡老师的公社已经联系过了 胡老师家已经没有人了 他也没有回去 他没回去 公社派人去找过他 但是没有找到 知道了 我先进去了 麻烦你接一下县医院黄县长办公室 喂 你哪位啊 黄县长吗 我是刘解放 刘县长 您好 您好 有什么指示 黄县长 你们的处理报告啊 我看过了 原则上同意你们的意见 对于事故的责任人 应该给予开除处理 像这种人 不适合继续留在医院工作 小五子 过来帮我一下来 快去帮我找我过去了 刘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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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仓 我要谢谢你啊 谢什么 我们都知道你很忙 别这么说 要不是你告诉我 我还真蒙在鼓里呢 富贵 快来 富贵 这位是夏医生 来给家珍来看病的 大哥 我认识你啊 好好 我早就该来了 不用麻烦了 不用麻烦了 家珍的病好多了 不用麻烦了 谈不上麻烦 走 上家看过去 富贵 快走啊 宋侠 回家 回家 走 走 阿珍 家珍 对不起 要不是晚餐告诉我 我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想听你说话 你出去 请你相信我 她没有告诉我 也没有告诉莉莉 我知道 这件事对你们的伤害太大了 我让你出去 你听见没有 家珍 春生是叫医生来帮你看病的 我没病 大嫂 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医院 是我们医院对不起你 刘县长他根本不知道这事情 你们都出去 赶紧出去 富贵 叫他们出去 快点快 出去 家珍 别这么说 那有庆的死是事故 刘县长没错 家珍 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富贵 你拿着吧 不 拿着 我知道对不起你 不能 不能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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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富贵 咱儿子的命令 拿钱来换 我拿 家臣 出去 跟着 听我说 出去听见没有 家臣 刘先生 你千万别介意 一会儿就没事了 我理解 理解 川上 你还是走吧 这 福贵 这件事 我没敢告诉莉莉 她一直想来看你们 你千万不要让莉莉来 你们都不要来了 我心里清楚 县长 怎么样 你在车里等我 我跟福贵说两句话 好 请 好 我去送送 有病不干怎么行 好多了已经 你还是走吧 好多了现在 福贵 医院已经把那个护士给开除了 那个胡老师 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胡老师 是 他没有回家 他家里已经没人了 这真是一场灾难 如果能够找到胡老师的话 一定告诉他 说我们不记恨他 凤霞 我们都很想他 让他一定回来看看我们 我一定想办法找到他 好 那谢谢 福贵 在战场上 你救过我一条命 有幸又救了莉莉一条命 我们欠你们两条命 叫我这辈子 怎么还 不不不 是老全救的你 老全是个好人 我也时常想起他 当年我在的坟前许过院 一定要为他烧出香 我连这笔人情债 都没法还 老全会原谅咱们的 会原谅的 是啊 大爷老全 能原谅吗 对了 凤霞的聋哑病 我突然打听过了 目前还没有找到 治了聋哑病的有效方法 你还打听过这事呢 是啊 上次张同志带凤霞 去省里治病 回来的时候 他好像就能听见点了 是吗 那我回去了解一下 有消息我马上告诉你 好好好 今天真是 对不起 福贵 你别这么说 怎么说 我都是欠你的 我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来 会儿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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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我不想看 这种家伙是 我先走了 这事情不能怪他呀 不怪他怪谁 我那么活蹦乱跳的一个孩子 就这么就没了 都是医院那些王八蛋不好 是他们害死的友情 他让医院把那个故事给开除了 把他们都枪毙了 也难解我心里的狠 春生已经派人去找那胡老师了 别跟我提春生 同志 同志 我问一下 徐不贵在哪里 找徐不贵 他正在田园割稻子呢 那麻烦你 帮我去找他 好 好 走吧 谢谢 没事 没事 福贵 福贵 啊 城里有个女干部找你来了 女干部 这个就是福贵他们家 那个就是福贵 是莉莉 谢谢啊 没事没事 佳蓁 佳蓁 福贵 我是莉莉 佳蓁 你们认不出我来了 佳蓁 二十年了 我一直都想着你们 我一直都想着你们呢 我一直都想着你们呢 你来了 你来了 不贵 哎哎 听说家里来客人了 这是家珍小时候的朋友 刘县长的老婆 你好 我叫严莉莉 是家珍小时候的好朋友 现在呢 在学校教书 哎 好 欢迎欢迎欢迎 我叫满仓 我早听老刘说过你了 哎 你不是和福贵 跳花鼓灯的时候 一个鼓架子吗 哎 是是是 哈哈哈哈 哎 家珍 嗯 请客人进屋里啊 哎 我可不是什么客人啊 哈哈哈哈 哎 哎 老婆 菊花 过来过来 什么事啊 哎 家珍家来客人了 忙不过来 你帮着去忙活忙活啊 好 哎 哎 走 回家去 拿家珍 慢点家珍啊 哎 你从城里来呀 哎 在城里人事不一样 满仓 怎么办呢 哎 你先回去 啊 我去弄只鸡 来客人了 先先热闹热闹 热闹起来啊 就这啊 哎 哎 我们这农村呀 也不逼你们城里 你别嫌弃啊 现在是农忙 都顾不上收拾 把家珍慢点啊 哎 哎 哎 莉莉 哎 请坐请坐 哎 好好好 没个像样的好凳子 去看 没事没事 哎呀 怎么都没水啊 你 烧吧 烧烧烧烧 烧 哎呀 不用你过了 你坐上 坐坐坐 坐着说说话啊 老刘都告诉我了 说你们的生活挺难的 哦 对了 这个呀 是我和老刘 在部队时候 穿的衣服 男士的给福贵 女士的给凤霞 是凤霞吧 哎呀 来 让我看看 哎呀 这闺女 跟家珍小时候 是一模一样 可不是吗 要不是这点毛病啊 早就嫁出去了 是啊 太可惜了 你说这么漂亮的闺女 哎 风霞 来 你过来 来 看看 家珍看看 多合适 你看 这衣服 我们穿着不合适 谁说不合适 这衣服啊 谁穿多好看 来 穿上凤霞 我们凤霞穿上啊 就更好看了 你看 真合适 哎 是好看 是好看 让娘看看 多好看 嗯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啊 不合适 哎呀 家珍 这孩子穿着挺好看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家珍 我来了 我来了 哎呦 这孩子穿着衣服真好看 脱下来 别脱呀 这不挺好看的吗 哎 哎 富贵 杀鸡 杀鸡杀鸡 啊 杀鸡杀鸡 啊 杀鸡杀鸡杀鸡 杀鸡杀鸡 哈哈 不知道他有情的事 春生说没告诉他 那你跟家珍说一下 不管怎么说也得跟着留个面子 那还是你去劝吧 啊 哎 来 给我倒 哎 你去烧锅开水去 啊 哎 家珍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我和老刘早就想过来看看你 他一直挺忙的没时间 这不这两天他去开会了 我就自己过来了 哎 我来得太迟了 你们不用来 你们真的不用来 咱们是好朋友吗 我跟老刘 一直都挺想帮帮你们的 我们担待不起啊 家珍 你到底是怎么了 你有什么委屈 能不能告诉我 来 你先坐会儿啊 家珍 这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这人呢 得朝前看 慢慢会好起来的 啊 家珍 家珍 快 你看这鞋子我们弄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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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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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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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珍 啊 哎 哎 村某来了小车 說是要接 乘来了女干部 家珍 我走了 饭都做好了 还没吃呢 对对对 还没吃饭呢 不用了 我回去吃 家珍身体不好 需要好好的补养 严校长 你放心 我们会照顾好家珍的 他会照顾好家珍 你会照顾好家珍 好 你看这 没事 以后有什么事啊 直接找我和老刘 会的会的 莉莉 福贵 你就给我和老刘一点面子吧 福贵 这严校长一本心意 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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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我一直都没敢问家珍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没事没事 都过去了 那这事 跟老刘他们有关系吗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真是 或许我就不该来 不不不 家珍不是生你的心 他不是宠你的 真的 这我能理解 福贵 你给家珍买点营养品 不不不不 福贵 你一定得收下 这是我和老刘的一点心意 不不不 家珍会生气的 好 好 好 你们回去吧 好好照顾家珍 要有什么事 记得找我和老刘 也许我 回去吧 我走了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福贵同志 想当兵还是想回家 我想回家 好 回家去吧 福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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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 你干什么了 我没干什么 谁不让你穿这衣服 你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咱闺女穿的比我好看 那这儿让咱闺女明天也穿 好好好 反正田里也没事 让她也穿上 行了 要穿就穿一件吧 这一套穿起来太眨眼了 好好好 穿一件 穿一件好 穿一件好 睡吧 春生临走的时候 还说要到省中医院去联系治疗 这个你就别想了 想也没用 要是去不了的话 那也得让满仓他们 赶紧给凤霞再找一个对象啊 咱凤霞呀 心太高 这事还真麻烦举划人家了 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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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家珍 家珍 你过来看看孩子穿上军装多好看 你过来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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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霞啊 你要是喜欢穿你就穿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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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 多好看 你要喜欢穿你也穿 别三更半夜的 像个小偷似的 吓人 对对对 哎 要穿就穿裤子嘛 别跟闺女穿的一样 对对对 穿裤子 穿裤子 去吧 哎 不贵啊 过两天就是咱儿子的期日了 你到镇上买点肉回来 啊 哎 哎 这个衣服能让我穿穿吗 哎 哎 哈哈哈哈 哎 哎 哎 真好看 队长没了队长没了 队长没了 队长没了 队长穿穿穿 快快快把衣服穿一下 哎 还唱同志啊 那个是谁家的姑娘啊 哪个 穿金装那个 啊 那是福贵家的 哦 他父亲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 不是 那他哪来的军装啊 刘县长老婆送的 刘县长老婆送的 哎 啊 他跟刘县长是什么关系 哎呀 他们的关系可是深得很 哎 哎 哎 神队长啊 走走走 啊 好 福贵啊 哎 这事要进城啊 啊 哎 福贵 哎 穿条新裤子吧 哈哈哈 先静下啊 哎 呦 福贵 哎 又是穿条新裤子 哈哈哈哈 哈哈 有喜事啊 没没没喜事 没喜事 穿条新裤子 那上衣呢 上衣在扎呢 穿上啊 穿上衣食多想当兵呢 家真不让穿 啊 哈哈哈哈 哎 我来介绍一下 这两位同志是地区来的 哎 到咱们村敦点 敦点 查成分 哦 哎 这是沈队长 哎 这是徐福贵 哦 你好 你好 刚才在河边 穿军装的就是他女儿 哎 对对对 哦 那就是你女儿 哈哈 你女儿也穿件军装 是是是 哦 哎 这位是姜同志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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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行 有事儿 你忙你的 哎 那我进城买点东西 哎 哎 哈哈 这穿着 还挺像干部的 哈哈哈哈 沈队长 好 请 请 好 你要多少 半斤 好嘞 好您的 哎 哎 您慢走啊 慢走 正好半斤 你那个 六王 哈哈 谢谢啊 说 是你啊 哎 你买肉啊 你卖吗 我不卖肉啊 干什么呀 哈哈 哎 那那好 那我买点 哎 好嘞 哎 你这军裤哪弄呢 啊 哎 别别别 朋友送的 你有当兵的朋友啊 啊 你能帮忙 给我也弄一件了 我那朋友已经不当兵了 哎 你去把你这件卖给我得了 我这不卖 那你不卖啊 我也不卖了 你是卖肉的 你你怎么能不卖呢 你又不是当兵的 你还穿军裤呢 那你杀猪卖肉 你穿什么军裤啊 哎 我去乡亲 嘿嘿嘿 哎 你那哑巴闺女嫁上去了吗 我关你屁事啊 你把军裤给我得了 我看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快抢单肉 抢单肉 你给我抢 我给他钱了 给大家都看见 我给你钱了 给你钱了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等着 你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买回来啦 买回来 差点就没买回来 怎么了 那杀猪卖肉的 好像跟我有仇似的 你跟人杀猪卖肉的 结什么仇啊 还不是当年凤霞那事 这都多长时间了 你还记着呀 不是我记得 他记得 我开车 见你去省城看病 看耳朵 大叔 大婶 刘姓长让我借凤霞 去省里看病 车就勤在祠堂了 去省里看病 是啊 那春生呢 刘姓长在县里等你们呢 好 佳朕 那就去吧 好好 那得给孩子带点什么东西啊 带几件换些衣服就行了 其他的 严校长都准备好了 好好好 好好好 去 福贵 是不是送凤霞到省里去看刘雅病啊 对对对 春生给联系的 好 好 过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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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啊 走吧 那就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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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你 等着你 别开 别开 别开车 别开车 人还没到呢 我笑我笑我孩子 好好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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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 来了 风霞上车吧 病没治好 不回来 家里你也别惦记 我跟你娘好 上车吧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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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师我们走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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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 人家听 听话 懂事啊 哎 你看这福官这日子过的啊 闺女坐小车了都 哎 哎 福官 是解放前想扶 解放后 他还想扶 哎 二龙 我去你娘的 我是贫囊 你是贫囊 你是不是贫囊谁不知道 你那贫囊是捡来的 是吧 行了 不要跟他多说话 省点力气 开什么贫囊 你叫一地主 地主 行贵 行贵 以后不要穿你条军库了 你知道吗 群众有意见 为什么呀 你没当过兵 穿军裤干什么 弄得大家以为 你是退伍军人呢 我今天真是撞着鬼了 刚才那个杀猪的 也不让我穿这条裤子 现在你也不让我穿这条裤子 我穿这条裤子 我爱着谁了我 行贵 我问你 你这条军裤 和你女儿穿的一件军装 是从哪弄来的 我又不是偷来的 我干嘛要告诉你啊 我们是工作队 你知道吗 工作队 还管人家穿什么裤子呢 别人我可以不管 今天我非要管你 那你这是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啊 徐伍贵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什么东西吗 我是什么东西 我不是东西 我本来就不是东西 我是人 你才是东西呢 徐伍贵 你太嚣张了 我们调查过 解放前你是大地主 那我现在已经是贫农了呀 是啊 他就是地主 以前这的田地 全是他们家的 二郎 你可不要胡说啊 我们家的成分 那是涂改公共组给定的 谁家定什么 涂改政策上都写得明明白白 你二郎要是这么往前瞎联系的话 你二郎家的成分 说不定还是猴呢 我们家是猴 你们家是地主猴 好了好了 别这样了别这样了 别这样了 我们这次来就是核查成分的 安操 通知大家 今天晚上到司堂开大会 福贵 咱是平头老百姓 你看凤霞坐着小车去治病 你还穿着这裤子 换了吧 挺炸的 那是二郎那狗东西 他他他养活 不光是二郎 我看啊 人家看见是不好意思说 换下 换下来吧 我看着你战 改名还给他 这个工作队 看着还挺凶 那这条裤子是春生送给咱们的 又不是偷来的 不光是为了一条裤子 那为什么 咱以前画的成分 不会不算数吧 这个我不知道 反正这个工作队 像是有点赖头 凤霞 我们到了 开车吧 走 请问郑署长在吧 郑署长 前面左边那个屋 好 这边挂牌子呢 谢谢啊 您是郑署长吧 是啊 你们是 我们是京西县的 我打电话联系过 哦 你是刘县长 是 欢迎欢迎 我正在这等着你们呢 您说的就是他 对 就是他 行 行 坐坐 大家都坐下 小王 你去查一查 57年一个叫做 徐凤霞的病人的病例 好的 给我拿点来啊 这孩子长得多精神 一点都看不出聋哑 这孩子天资很高 这类孩子天资都很高 刘先生 你们的期望值不能太高 说实话 对龙咬病的研究和治疗 时间也不短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好 好 好 你去吧 当年给凤霞治病的 是我们所最具权威的张医生 可惜 去世了 所长 请你派最好的医生 为他治疗 刘先生 你放心 我会的 那就太谢谢了 我们村里到底有没有落网地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答案已经出来了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有 就在我们中间 一旦实际成熟 他们就会自己跳出来 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些人了 他们已经跳出来了 并且 千方百计地想钻进我们队伍里来 钻不进来 也想伪装一下 比如说 要穿一条军裤子啊 说他和某某领导 是什么关系啊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所以大家回去以后要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村解放以后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情 想好以后要积极地向工作队来汇报 我说 好 二郎同志 你讲 前几年到饥荒 我们都快饿死了 可福国家还有粮食 喜福贵 你讲起来 二郎同志说的是真的吗 那是孩子的外公省下来给孩子们的 孩子的外公 他给你们送来多少粮食啊 就小半袋米 不对 他们家有三个人都没去逃荒 也没有人被饿死 就小半袋米够吃吗 我看见他们家有半缸的米 你胡说 二郎 他把我们家那个小半袋米抢走了 自己烧着吃了 他们家有吃有喝的 可我没吃的 我们家三道皮农 就留我这么一根毒苗 要是我不这么做 我 我觉得活活饿死了 二郎同志做得对 这就是革命 还有 他们家闺女和儿子 还拿石头把我们家锅砸了 还拿弹弓打我 二郎 你不是人 你抢了我们家的米 你还在这儿胡说八道 你老实点